在台上悠扬的SARS风月升陪伴下 民众有的索取书法名家书写的春联 有的排队品尝美食小吃 这是由周梅里举办的新春辉豪送好礼活动 这场号称全内湖规模最大的一场新春活动 吸引了许多礼民参与 开心迎接兔年的到来 我们借由写春联辉豪这个活动来发扬我们中国文化 也让我们社区的孩子们认识我们中国的文字的美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方林一起来凑个热闹 我们所以呢准备了有七位老师在现场为各位乡亲写春联 那另外呢还有不但是写还有写画 同时大家想要画什么 我们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呢为大家准备 你想要牡丹啦鱼啦兔子啦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好运 那今天也是我们各个班队 平常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我们周梅里有十几项的活动课程 今天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做一个成果展示 希望呢就是给我们所有的乡亲 在年前呢给大家一个大吉大利 每一位书法名家的面前都有民众等着索取春联 其中以手绘印景图画结合手写书法著名的陈毅如老师 更是吸引许多民众排队等候 希望能获得专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创意春联 完全不一样老师的一个灵性智慧在里面 特别的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我现场跟老师说我制作生意的 希望我们宽阅的门庭落势这样 老师马上说我帮你客制化一张柴源滚滚 还画上了一个这是这个 你看柴神爷非常棒 因为要符合民众的需求啊 对不对 符合民众的需求就是说 我刚刚讲过 他想要柴你就要画柴神爷 你就要设计不同的 为了他去制作的一些创意去构思 那有的因为家里有长辈身体不好 那身体不好我当然就是要写 有关于身体健康平安的这些吉祥话 这样对 然后像做生意 我们花为什么 每个人在春天上面都要花花 花也代表发 也代表发的意思 所以我就说 不管做生意还是一般求身体健康等等 一定都要花花 丘利林里长更亲自登台 大秀吹奏薩斯丰的功力 与礼民同欢 还没有当里长之前 那我是一直都在各地 表演或者做一些公益的演出 已经完成了一百多场的演出 那当初呢我在学薩斯丰 其实本来是希望我先生去 后来先生他觉得他还有其他的课程 还有工作忙碌 所以呢就压着我去 我就是这样子和一些校长 还有学校的老师们 我们就是一起这样开始玩 那也有学重奏 也有流行歌曲 我们当中真的非常感谢家人的支持 让我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 能够为社会做点事 丘利林也结合地方资源 有房中业者涉滩提供免费的爆米花 还有中医诊所现场进行议诊 离办公处方面还赠送迎村伴手礼 让李明相当感动 丘利林希望 透过这场新村大团圆活动 凝聚李明的向心力 也让李明吃吃喝喝 开心迎接兔年的到来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